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近來有姜濤點算2023年 藍團哥姜濤出現的鏡頭、時數和時段 發覺得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綜合整個2023年的所謂團哥 我真的叫他那些字 他說姜濤在2023年所謂的強多團哥 姜濤唱得少、鏡頭更少 究竟今次姜濤又發現了些什麼 高等仔為你一日報導 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先撐好這段影片 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一點 還有課金支持 為什麼高等仔笑呢 因為好笑 就是經常說這些對白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聽 其實一直支持高等仔的觀眾聽眾就會點擊讚好 其實都不用看 支持開的進來搞事那班又不會 但是我發覺近來那些搞事那些 好喜歡進來都流流言 都流流言言 都是說那些三腹屁那些 有些haters 就是我想奉勸一句 做haters有些創意 你不要在這裡斜流流的 那些留言 就是你不要說我 我都看不到 那些AI已經打敗了你們 所以你們留言是沒用的 那些haters 所以那些AI會自動打敗了 我都看不到 所以 後來是有些愈結報告才知道 就是這樣 好 看回今次這件事 究竟是怎樣說 有人就給了一個結論 就說在2023年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論呢 他說2023年 MIRROR的藍團歌 姜濤的鏡頭和唱的時間是非常之少 不是說他不唱 是他參與了藍團的歌曲 在裏面有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拿個秒錶去計算 他說 他綜合2023年MIRROR的藍團歌 姜濤唱得少 鏡頭更少 基本上哪個最多呢 他就沒有說 他就沒有說 他只是說姜濤就 總之鏡頭少 就是唱得更少 然後為什麼會爆發這樣的討論呢 原來他就看了今年MIRROR的2024年首新的單曲 因為2024年 技術上第一首歌就是MIRROR的藍團歌 那個點擊就不用跟大家說 慘不忍道 四個字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得淡笑 OK 大家不用這麼 其實大家 如果做得久 姜濤都明白一件事 你們根本就不會對藍團歌有任何的期望 你們不要想著姜濤會在藍團歌裡面 站在C位 會唱得很多歌 鏡頭拿得很美 那些鏡頭全部都放給雞士藤那邊 姜濤那些鏡頭又蒙 雞士藤那些鏡頭又清 又大 又到位 光度又足夠 那些鏡頭 就算在2023年 基本上所有的藍團歌 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我懷疑 如果大家有拍攝都知道 燈位是很重要的 我懷疑 我懷疑姜濤是得罪了打燈那個哥哥 打燈那個哥哥 或者姐姐 那些鏡頭 那些鏡頭 我自己特意 再一次看 2023年MIRROR的藍團歌 我也發現了一件事 為什麼姜濤的位置 永遠都是暗暗淡淡淡的 在藍團歌裡面 即是她的位置永遠都是 好像不行 又暗 走又差 經常在那些角落的位置 你根本上就看不到 姜濤真身那樣 所以 我自己都覺得 老實說 我去到去年年中 MIRROR出藍團歌的時候 我其實 那時已經出片 跟大家說 我已經是一次起的 沒有兩句子 即是一次 即是看完一次 基本上現在藍團歌 我基本上是看一次 我就算鬼數了 基本上我是不會翻看第二次 因為頂不住 真的頂不住 我不知道 作為其他 可能神陶那邊會很開心 經常因為 在Anson Lo的光 又爆 那些位置又正 全部都站好 你基本上作為姜濤 看MIRROR的藍團歌 是 慘不忍道 經常都看到她的位置又差 暗淡無光 那你叫我怎樣看下去 所以難怪 我想 都公道些說一句 不只是姜濤的位置那麼差 以及叫做那麼差 其實有些MIRROR的鏡仔成員 他有一些位置都很差 都是無法展現出來 都是 都是說 看不到真身 看不到真身 不用 所以 其實 我覺得這個姜濤 它只是說姜濤唱得少 有鏡頭更少 其實就不是姜濤一個 其實有更加多的姜濤應該都知道 其實還有其他鏡仔的出鏡 就更加少 唱得更加少 但那些沒辦法 你因為不可以這樣比較 姜濤那麼紅 現在最多人喜歡最紅 你都搞到它的位置那麼差的話 所以你說不紅的位置有多差 自己去看2023年男團哥的情況 這樣你們就知道了 好嗎 希望2024年 姜濤出多點自己的單曲 因為不用受制於人 好嗎 好 那姜濤綜合新聞報道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